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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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林一峰 林一峰在仁潮势涌 密不通风的香港屋邨土生土长 回顾成长的环境 他是发现给了他创作的养分和出走的勇气 在事业上他是音乐人 作家 主持 演员和旅行达人 在生活上他多年来都过着旅居的生活 令人羡慕 但是要成为林一峰 绝对不容易 他对世界充满着好奇和热情 对创作的追求更加是无止境 对我来说 创作是一切的根源 我想我有80%都是在做一些创作和制作的东西 如果不让我自己创作而做其他东西 他人好像很无灵魂 所以我最享受的都是创作 我看见到 出道18年来 林一峰身为旅居音乐人 不断从生活和旅行体验中 尋找灵感 比自己的音乐更加有灵魂 而在他的创作之中 浮现的主题 永远都会离不开关于旅行 家里和城市生活的感想 旅行的时候可以 用其他身份生活 而你回到自己生活的地方 亦都可以用旅行的心态 去重新发掘一些旧有的 市民用身的方法去看 从而有少少生活的感想 和所谓的小智慧出现 而三样东西虽然是三大题目 但是都是紧紧相扣的 虽然林一峰喜欢四处闯荡 但是他从来没试过在外地 逗留超过三个月 因为他总会想念香港 和他的家人 我是一个密不透风的城市 长大在那里受教育 而我都急不及待 有能力的时候就到处走 期间其实要找一个平衡 如果你出走的目的 只是为了逃避一些 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你只会慢慢变成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所以你一定要拥抱自己的 过去的每一样东西 好和不好都要拥抱一次 然后你才有欺历和有方向 继续走下去 Born in Kowloon 这个专辑讲的就是这样东西 Born in Kowloon Born in Kowloon 生活在梦不必感叹 啟得开到夜晚 棉花糖卷尿环再一抹 过山车飞过艳下 2020年3月的时候 我本来在香港会发展一个 我国际游户的表演 很可惜 因为疫情的关系 全世界都停顿 我都乖乖地收受心情 因为这个多了的时间 我就做多了很多东西 就是帮我还在香港住的 爹地妈咪收拾屋 其中就发现了 妈咪收埋了一些 我30多年前暑假做的 一些泥胶公仔 一个银仔 一个手指尾的头 那么大的 妈咪就用一些胶盒 好好的保存到它 我就觉得不如我将这个 给大家分享吧 于是我就在Born in Kowloon 的专辑的精装版里面 就做了一些书签 总共有一套有十张 每一张书签 就是有一张照片 就是拍那些泥胶公仔 然后在上面 就有一些小学纪念刷 一定会逆识的一些金具 另外就是和Max 就做了一个cross over 就是他利用一些日本的悔目 做了一个鸡蛋仔形状的香牌 就有鸡蛋仔的香味 真的花了很多心思 以及真的要用时间做出来 我也都很开心 就是一次过 已经有一夜之间 已经卖完了 十多年来的旅居生活 令他可以用旅行的心态生活 用生活的心情去旅行 而世界这么大 当然有更多好玩的事情 等着他去探索和学习 当一个人知道越多东西的时候 你就越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 所以越做得久 我就觉得未尝试的东西越来越多 其实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心愿 就是希望可以用我的作品 和世界各地不同的乐团合作 可以一班人音乐人一起 在同一个地方为更多人做一件事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我想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由2020年3月开始 就变得更加珍贵 所以我很希望 将来的日子有机会 可以用我的作品 去和世界各地不同的大乐团合作 旅行是为了增长健闻 开阔视野 释放灵魂 每次的出走 都让我们的生命改变 2020年的疫情 打断了很多人的旅行计划 令我们更加渴望那份 可以说走就走的自由 虽然没办法出去 但就多了时间 好好地去探索自己的内心 学会如何更加爱自己